我想好好照顾她 走吧 阿森 你能听见我说话对不对 我已经让菩萨安排好了殷尸的兄弟 等你醒来 我们就一起离开 我们就去 从来都不会打仗的地方 那里水草风貌 牛羊城去 我听说再往北走一点 会有座非常美丽的雪山 你陪我去看好不好 我想起我们初十的时候 那时 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可是却与一位不俗之客阿准 成为了朋友 星秦 单子一个准 你可以叫我阿准 无论是风雨雷霆 还是刀枪箭矢 就是 就由我阿十乐所来到 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 可你却出现了 现在也是你最灰暗的时刻 我绝不会离开你 我们那么多生生死死都一起走过来 未来我们也可以一起走 对不对 其实我真的很讨厌你 你自大自富又不会照顾自己 可是我却偏偏离不开你 你不是常跟我说 欠你的药我用一辈子来还吗 我李长哥答应你 此生我都不离开你 可是你得给我个机会 你醒来 阿四 你醒来好不好 我在这里陪着你 我在这里陪着你 你醒来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还有好多地方没有一起去看 你别抛下我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孙和长哥在漠北发生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些 你们且先去会合 因事没了 你们待在这里怕是不安全 那你呢 你留下来干嘛 大哥喊病了 牙掌要迁移 我打探过了 牙掌要迁去定向 我必须跟随前去 我还有我 没有完成的事情 什么事情 既然现在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我们燕行门的兄弟 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你们跟障 倒是不方便 还请弟兄们 把这些消息都告诉孙 还有 鸭鲁已经死了 我偷偷去过牙掌的大牢 发现并没有鸭鲁 看守大牢的士兵告诉我 鸭鲁才到牙掌的那天晚上 便被杀了 现在的牙掌 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牙掌了 你说牙掌要迁到定向 那么你们阿什勒部 有钱随的人 是可顿 真有意思 你们阿什勒部的事 我不便插手 我只听命 我们小主公的安排 多谢秦龙 你们往后 一定要多加小心 另外 要是能遇到咪咪 替我转告她 一定要让她好好活着 小兄弟 我想他一定希望 这话你亲自告诉他 续芳 告诉弟兄们 我们就在这里 等待小主公的指示 另外先向墨北发一封信 是 小兄弟 你要多珍重 就此别过了 阿索 你醒了 你真的醒过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你真的醒过来了 你是不是 真的此生都不会再离开我了 你都听到了 能听见你的真心话 我再种时间也值得 你瞎说什么呢你 你知不知道 我昨晚有多担心 我害怕你就真 就真的死了 我也以为我会死 但我听见你喊我的名字 我就从天狼身上回来了 我还听见 你说要给我报仇 我真的很开心 诚哥 我中间的那一刻 我什么都没有想 我只想带你回家 诚哥 我 都没有忍不好